我一直想不通一个事儿 水饺这么好吃的东西 日本为什么那么少 于是我就在东京搜到了这家店 要到了吃中餐的日子 他们家现在非常的有名 因为他最近上的日本的米 请您推荐吧 那么简单的概括一下大概就是 哎牛逼 我跟你们也是一样 第一次吃个水饺都要预定 什么呀 在他们家点击我的菜单 那这种武侠剧里面的厕子 真的超酷好吗 我们两个把所有饺子都点了一份 放心吧吃得完 第一个菜棒棒鸡 那这个和我在四川吃到的 好像不太一样 红油的辣椒呢 它像是上海味道的棒棒鸡 麻酱味特别浓 吃起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特香特甜 我这个川鱼味还是想念红油香辣棒鸡 现在的减齿餐就达标了 下个菜是皮蛋豆腐 感觉好像国内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菜 这个好像还是一个福建的名菜 我不喝酒我不抽烟 但是我吃皮蛋 皮蛋那股特殊的汽油香味 和滑嫩的口感超级下饭 想起了在四川经常吃雷胶皮蛋 要是有一点折二根就好了 然后就是今天的第一盘饺子 煎饺 老板给它取名字叫滑饺子 摆的这种花的形状 还有我们中华的 它这个底盘煎的真的很漂亮 完美光滑的一个曲面 先来一个原味的 什么都不赞 它这个一口下去里面是会真实爆油的 饺子的底部煎得脆脆的 其实就很像国内吃的锅贴 我一向不知道你要怎么形容饺子的好吃 但是就是一口回到家乡的感觉 里面有香菇葱木耳和猪肉 就像是三鲜馅的锅贴 接下来是一盘四川风的辣油饺子 每个饺子的上面都调好了 薯油海椒和香菜 这个看着就很香 饺子一进嘴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辣子的香气 他们家的饺子皮真的很薄 里面就是最纯正的肉馅 为了突出辣油的香气 它那个辣油是饭甜的 太配饺子了 一口一个 水饺太好炫了 突然好像只中水饺了 接下来是这个 我真的头一次见 豆腐水饺 朋友说他在东北经常吃这个 所以为什么南方不吃豆腐水饺 里面还是那种水豆腐 调味是微微带一点海鲜味 那辣油特别冲 有点鲜虾鱼板面的味道 里面的豆腐甚至还能感到一点弹性 对就是那个淡淡的海鲜味 再沾一点熟油 真爽 第四盘是鲜菇虾仁 因为它皮很薄 你都能看到里面虾仁的形状 还是蛮大一个的 老规矩哈 第一口不沾料 虾仁很新鲜 吃起来最弹最弹的 加上香菇的鲜味 和这个又软又热的口感 沾个辣油香味加倍 我又想夸他们家这个辣油了 我感觉沾那个都很好吃 就那个 接着是一笼热腾腾的蒸饺 虽然它长得有点像馄饨 虽然它近嘴那个滚烫的油 着实有点冒犯了 连人生菜包肉 我连白包饺子 最后再来个肉粽 里面包的是鸡肉 咸口的 嗯啊 这个和四川的是一个味儿 这还加了一点茄子 其实我今天莫名的有些感动 就是这种从小吃到大的东西 老板能把它从一个小店 做到米其林推荐 而且走进他家 还有一种特别温馨的 深夜食堂感 就是感觉特别温暖 好啦 阿基推荐指数 9.5分 吃肉的时候 为什么会很快乐 有人说好像是因为 它能让我们大脑里的 多巴胺和许青 速快速地积聚 所以 我们又找到了一个 吃肉的新借口 在日本呢 吃肉有两个好地方 除了那种贵得要死的烤肉店以外 第二个就是居酒屋了 又到了吃居酒屋的日子 先是去吃一家牛舌专门店 牛舌 这家店现在被日杂评为 东京居酒屋 塔普汤的第七名 店面越小 味道越正 不知道在日本适不适用 而且只有晚上开门 你知道这家店有多急吗 我们坐下来 基本上就是仁爱着人 菜单上面基本上就是 各种牛舌的吃法 烤的炖的刺身的 在精准的选择过后 我们全部要了一份 肯定吃了完哈 第一盘就是他们家的名物 烂煮牛舌 它其实端上来的时候 我还觉得它外貌普通 但是它的第一口真的很惊艳 超好吃 它这个牛舌切得很厚 但是超乎想象的软烂 用筷子都可以把它切开的那种 就是如果你牙不好 也不一定要吃地中海料理 这家店也可以满足你 压上了 我估计这得炖了六七个小时 才能达到这种口感 下面撒了一点胡椒粉 微微辛香的味道点了筋 丰富了牛舌的口感 空吃的话可能会有点腻 搭配一点芥末 你可以一个人炫两盘 你甚至不用嚼它 烤牛舌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口感特有韧劲 像烤鸡蒸 它这个虽然没有那种 高级烤肉店里面 外国模特给你烤得那么好吃 但是它过瘾啊 它带着一股独特的木炭香气 肉感瘫压 像是舌煎肉的那种 越嚼越香 配菜给的是卷心菜泡菜 一起吃像是在吃东北烤肉 加酸菜 非常的地道 牛舌挺好吃 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事 就是我最近也430万粉丝了 所以趁苹果十四新机发布之前 我联合拼到多准备了 100台苹果十三库存 国行正品全国联保 关键是价格还超级优惠 直接点评论区置顶链接就可以抢 只要能点开 就是还有名额哈 等过几个月 十四出来就很难抢了 还不会有这么便宜 好了继续下一排 然后这一排是红酒牛舌 听起来就是满满的西洋风 这叫平价法菜吗 和风的红酒酱 是在长时间的炖煮下 已经完全炖进了牛舌肉里面 配上一点黄芥末 红酒的香味 会在你咬开牛舌的一瞬间 慢到整个口腔 明明是炖煮的丝丝分明的牛舌 但是那种柔软的口感 会有一瞬间 让你以为在吃棉花糖 上下的牙齿一碰牛舌就下来了 太已经没了 在我的嘴巴里边 烧湿了 还有这个面包片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牛舌的肉汁配上红酒 再灌煮到面包里面 有法菜那味儿了 这个面包对面 刚才那个牛舌软 对魔鱼块也是超级入味 这个牛舌相对小块一点 它这个汤鲜的 像那个翘角牛肉的味道 我敢说用这个泡饭 我两口刨一碗 再撒上一点六婆 我 汤翔 而且我特别喜欢汤里有魔鱼 就像奶茶里面 要有点珍珠和椰果一样 它这个清煮的牛舌汤 莫名有种关东煮的感觉 里面有薄切的牛舌 还有豆腐和萝卜片 汤喝起来很清甜 哇 它就是日本家庭料理的味道 软嫩鲜甜的豆腐就很棒 最后的主食是烤饭团 就说古时候武士们上战场的时候 他们就会在兜里揣这个东西 但它其实并不是那么好吃 看上去就像是外脆里嫩 但实际上是外焦里深 但这家店有一说意 我很喜欢 一家从昭和年间 就一直专心做牛舌的小店 虽然店里有些挤 但是这种和谐的氛围 就非常的适合下班之后 和同事过来炫凉盘 阿姨也真的很热情 喜欢这种传统居酒屋的氛围 阿姨推荐指数 8分 看回音 受洗烧 最早起源于日本的古早年代 但都过了几百年了 它为什么还这么受欢迎 又到了吃受洗烧的日子 今天我们去了这家店 我自认为了天花板 因为它好像除了贵 就没什么缺点了 这个一进店 就是一如既往的日式浮夸装修 每桌都是独立包间 我才来这儿吃饭的人 多多少少都有点隐私 阿姨一般会跪在旁边 把所有的菜都给你冻好 你啥也不用管 只用管好信用卡的额度就好了 它家的前菜依旧非常的精致 这个好像是山楂豆腐 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一道滑嫩的饭前甜品 这个冬瓜鰻鱼还挺惊喜的 冬瓜那股淡淡的清甜 反而降低了鰻鱼的存在感 在日本算最清淡的前菜了 再来一口苦瓜海葡萄 嘎吱嘎吱的口感 话说南方人都吃过海葡萄吗 为什么我连海葡萄都没有吃过 第二盘前菜是刺身 有章鱼金香鱼和鸟鱼 今天不是吃寿司就直接跳过吧 然后就开始做寿喜烧了 第一盘是两片A5双酱 5200日元一片 它家的特点是每一片肉 都会搭配不同的配菜 就是一肉多吃特别讲究 我们的第一片就尝试一下 包萝卜尼和豌豆苗吧 它这一片和牛真的太大了 你们知道低口进去的口感是什么吗 就是一种直冲天灵盖的鲜甜 是那种肉类脂肪独特的甜味 超级的软 因为脂肪分布的特别均匀 入口就特别顺滑 再加上那个酱汁和萝卜尼的甜味 清甜而又收敛的味道 下一片是一块超大的鲤鸡肉 这个我们还是跟蛋黄叶一块吃 先用肉把它挤爆 然后再用你们的两颗小萌芽 轻轻地把肉分开 吃的时候就是一顿操作 往自己的嘴巴里面加饭喝 唇齿间真的牛肉锁过之处 处处留着和牛的香味 就这一口那个味道 就直回今天的门票前面 用芦笋蘸着剩下的蛋液 有人没瞬间觉得 蔬菜里面都充满了肉香 今天真的很热 大家也一定要好好防晒 我最近就一直在用Obis的隔离 有防晒效果 日常使用完全够 我喜欢它那种水水的质地 上脸很清爽 不油不黏 还有点均匀肤色的效果 但是又没有妆感 脸上如果有一些小匣子 可以遮住 我身边的女性朋友 还会搭配他们家的CP产品 防晒粉饼 说是用粉饼来补防晒 很方便还不容易化妆 好了我们继续吃菜 接下来是锅里的蔬菜 其实这里面我最喜欢的是茄子 就是茄子这种特别吸汁的东西 很适合收洗妆 所以茄子不管是外面还是里面都特别香 要不然茄子肉馍为什么那么下饭 它也要裹满蛋液 这样会更加嫩滑 一口下去满嘴爆甜汁 而且茄子的奶香也很浓 我现在就可以干四碗饭 嗯 吃夏天的味道 接下来的一片是蛋液 裹牛肉 裹萝卜泥 裹豌豆苗 吃法逐渐复杂 香味快乐加倍 这一口下去就是爽滑中带着咀嚼感 肉香四一大块朵移 说的就是这个 肉烧完之后就会在里面加一点乌冬面 它是在刚才和牛的油水里面煮的 取其筋 它吃起来微微饭甜 就像是清汤炸家面最后两口的那个味道 面条里面浸满了肉香 就让我特别怀念成都的那个怪味面 接下来是没有人可以拒绝的 瘦喜烧配米饭 滑嫩黏糊的蛋液裹着热腾腾的米饭 到底是米饭升华了和牛的甜味 还是和牛让米饭变得更甜 都不重要了 刨就完了 这个小火锅就非常像老北京涮羊肉 它这个吃的就是和牛最原本的味道 第一口我们就只卷一点葱 送进嘴里先是葱根的甜味 然后再是和牛雪花散开的味道 再来一片芝麻酱瘦喜烧 我感觉北方人看到这个画面 嘴巴里面应该有味道了吧 虽然芝麻酱浓郁的香气 已经把和牛的味道给盖住了 其实有点像东北麻辣拌 芝麻酱里加白糖 又鲜又甜 芝麻酱真的很爽 整体来说虽然他们家确实有点贵 但是每一口都有特别好的体验 不过说回来 今天就算出了很多汉吃了寿雪锅 脸也没有花 一点油油真好 好啦 二级推荐指数九分 看玩意儿